這個柯文哲跟蔣萬安 兩個前後任的台北市長 真的都難辭其咎 我們這邊幫大家整理一下 整個事件的大事記 就可以從這時間點去抽絲剝繭 看看到底誰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們先來看整件事情爆發 主要是在2022年的7月7號 第一次這個信義區的幼兒園被通報 這個園長的兒子疑似有 針對這個小朋友有涉嫌妨礙性自主這樣子的犯罪 好 那其實這個時候呢 昨天蔣萬安就說什麼 因為這個法律那時候沒有查到什麼樣的證據 所以沒有辦法來對這個園長的兒子做什麼停職處分 但是現在就被揪出來說 其實明明有一個叫做教保服務人員條款 這個條款裡面就明定涉案人員在調查期間必須停職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主政是柯文哲 如果那個時候的台北市 有針對這個案子 用教保服務人員條款來介入的話 其實或許或許可能就不會發生第二次的憾事 好 那昨天呢 因為那時候的副市長是黃珊珊 黃珊珊就說我那時候已經離職了 因為她要去選台北市長 但現在被揪出來整個時間點也不對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爆發是2022年的7月7號 黃珊珊說她離職 但是黃珊珊明明是在2022年的8月底 她才離職去選台北市長 這是第一個兜不攏的時間點 然後還有呢一個爭議就是 明明可以用教保服務人員條款 來對這個人停職處分卻沒有 因此就會有來到第二次這個所謂的 2023年5月10號的部分 好 那我想要先問一下這個淑花姐 就是說這個案子喔現在 蔣萬安也不認 柯文哲也不認 那柯市府當時的官員副市長黃珊珊 當時的社會局長周虞修 現在的台北市長蔣萬安 這三個人是不是全部螺絲都鬆了 不是螺絲鬆了是完全不管是 如果今天螺絲鬆了可能我們還稍微 趕快看一下哪一個鬆的趕快補 他們是全部全盤掉光光啊 全部不管是啦 所以呢剛剛周虞修講說 他窮盡一切哪裡窮盡一切 關鍵的時刻在2022年 當時的家長 我在記者會有講 當時的家長是因為 覺得小孩子怪怪的 後來發現越來越不對勁 帶他去驗傷才發現疑似性侵 所以他直接就找了警察去報案 報案警察陪同家長 陪同家長到園裡面 幼兒園 教育局也在啊 然後去幼兒園去看監視畫面 結果後來監視畫面 沒錄到東西 然後呢 教育局後續就沒有用性侵 性騷擾或者性經防治法的部分 依照相關的法規去進行 所謂的調查 成立調查小組 沒有耶 當時的教育局跟社會局 也只有要求該員要做校安通報 因為監視器畫面沒有錄到 所以整個案子只有監控 那一個月的監視器畫面 就什麼都沒有做耶 然後今天居然還可以 大大大講說我窮盡一切 哪裡窮盡一切啊 當時如果你成立調查小組 去用性評的方式成立調查小組 我們抽屍剝檢去處理的話 2022的7月那個案子 成立調查小組處理完以後 就沒有後續有這麼多的 無辜的學孩童受害 對 那個老師搞不好早就被抓起來了 而且已經累積到25個各位 不是只有25位 我在這邊真的要非常沉痛的 為了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抽屍剝檢 把一塊塊拼圖拼起來 今天在這裡每個人都在卸責 沒有人勇於承擔 勇於道歉 到現在我沒有聽到一句任何人的道歉 對這件事情的道歉 我非常生氣 對 再者 我正要回應一下徐曉昕 你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今天你在8月的時候 8月12號開了協調會 你不知道在3月1號的時候 司法案件進行調查 就可以要求這個嫌犯 這個郎師停聘嗎 你當時不知道嗎 當時是台北市議員 然後你還用協調會的方式 這件事情不是用協調會的方式 這個性侶欽或新騷擾案件 就應該要立即行走 所有的程序來做處理 而不是再進行協調 那有什麼好協調 第二件事情 我要沉痛的跟所有的家長說聲 因為他指控我說 為什麼我當時都沒有任何的 對於這件事情的部分 完全漠不關心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家長找我 真的很遺憾沒有一個家長找我 如果當時有任何一個家長找我 我趕快來想辦法進行所謂的 針對相關的行政程序做個處理 監督一下市政府 我相信遺憾也不會發生 所以我在這邊非常沉痛的 也跟所有的家長講 當時如果真的找我 我真的會竭盡所能的 來阻擋這一切 可是為什麼我會之前在臉書發這個文 就是說沒有找我 然後造成這個事件的話 我覺得現在我們要做是亡羊補牢 把所有的問題一個個抽絲剝繭 把它每一塊拼圖拼起來以後 我們還是要幫助這些家長 跟受害的孩童討個公道 那這公道就是要有人 必須要做一個行政程序的負責 而不是在這邊又卸責 那今天國民黨還大大的開記者會 又幫蔣萬安擦枝抹粉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蔣萬安從一開始 凱凱案 這個我們知道嗎 教保員的凱凱案 凱凱案生命都沒有了 到後來的保齡案 六個人死掉了 到現在呢 孩童被性侵的二十件以上的案件 然後六百多部的影片 你蔣萬安你都不需要道歉嗎 台北市真的找不到任何的市長嗎 然後你現在還找了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來幫你背書 擦枝抹粉跟你沒有關係 切割這個時間點 我在這邊還是要講 不管是蔣萬安 黃珊珊 柯文哲 全部都應該要為這件事情道歉 不是躲在背後 找一大堆的官員 站在前頭 然後來跟我們做對立 做處理 然後大家趕快卸責 擦枝抹粉 甚至把所有的程序 全部掩蓋掉 然後推給法令的部分 有法也沒有用 有法你們也不會去執行 也不會去操作 整個螺絲根本就沒有酸井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嚴厲的指責 現在目前 所有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